花蓮分局封川派出所远警 日前在执行巡逻情务时 发现一辆机车车牌和车型不符 当下察觉有意立刻埋伏在附近 果然看到一名可疑男子前来取车 上前盘查 发现他就是窃盗灌犯 从4月中开始 他就一连犯下了6起的窃盗案 刑事单元控制窃嫌 并将双手上铐进行逮捕 花蓮分局远警8月21号清晨6点多 在辖区内执行巡逻情务的时候 发现路旁一辆机车 排照与车型不符 随即派员埋伏守候 果然逮到这名偷车犯嫌 原警随即在理性男子身上 搜出两包毒品安非他命 带回警局调查后发现 男子从今年4月到8月间 分别在民众的住家 以及餐厅等营业场所 涉嫌连续下手高达6起 窃盗案 警方申讯后 全案一窃盗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偵办 因范嫌涉及多起窃案 情节重大 鉴请地检署向法院 申请羁押或准 记者许立行欢迎报道 请搜索 请搜索 exterior